那個重點那個第一個欄 我們在論壇裡面我都有PO啦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這些 大概就是把那個 就是大樂透那個再複習一下 另外講一下有關自動化 跟表單設計 那表單設計上禮拜還沒講到 只有一個開頭 那主要就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在輸入上面自動化 那所謂的自動化就是說呢 有些欄位不需要輸入自動帶出來 像這邊的話有沒有 你只要假設你的品名 其中一個選 他會自動帶出什麼他的編號 跟他的單價 因為這個當然你 理論上不應該是讓使用者隨便輸入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自動帶出編號 然後自動帶出他的單價 當他輸入什麼呢 他的數量之後的話 自動帶出小計 最後呢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個 他的地區加上去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一筆數 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好像也講到有關什麼呢 做那個保護的部分 因為這邊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們的公式 其實你會發現這裡面呢 他都沒有 都看不到公式 而且呢 你也不能 除了什麼呢 除了 第一欄之外 其他欄 也不能夠變動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要去修改什麼 修改小計好了 比如說 有些業務員想說 那我算你便宜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他連變更的機會都沒有 想要算客戶便宜一點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 不能修改 這個不能修改的 當然 你要輸入的時候呢 要把它怎麼樣 要把它變成可以修改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這邊 做了這個動作 變更之後 這兩 這些 保護的部分呢 通通要把它取消掉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前面用了幾個方式 第一個當然 我們用那個 用那個函數來說 不過函數有個缺點 就是說 你要預先 在裡面 先把公式加進去 那如果說呢 你預先把公式加進去 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他的檔案 會變得非常的大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 預先加公式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VBA VBA部分還記得吧 其實主要 我們就是 要了解一個 所謂的那個 工作表物件 特別注意 工作表物件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現在這個工作表 那在VBA的概念裡面 只要一個工作表 他就可以當成一個物件 那這個地方還記得吧 就是 當我變更的是 B欄的話 只要變更B欄的話 做什麼 所以第一個 你要了解 他什麼時候觸發 觸發 就是說呢 觸發意思是說呢 他變動的儲存格 或者範圍 是不是B欄 所以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特別重要 還記得吧 我們 上個禮拜有特別提到 這個蠻重要 以後如果說你要做一個 輸入自動化 通通可以由這邊 你自己再去做修改 那這個好處就是以後啦 反正他只要 用下拉清單選的其中一個 自動帶出很多欄位 自動把其他的資料帶回來 那這個背後呢 RUN的方式 一 了解一下 這個 我們的工作表 物件 的這個方式 當然我上禮拜還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寫好了這個程式的話 記得一定要保護起來 還記得吧 那保護呢 當然你先因為我已經保護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按加號展開 他一定會跳密碼 當然你一定要知道密碼 你才辦法把它打開 也就是說呢 除了你之外 假如其他人不知道密碼 他也沒辦法打開 沒辦法打開的話就看不到 到裡面的程式啦所以基本上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記得啊 要 注意一下你的智慧財產 其實這個就是你的智慧財產啦 其實未來我覺得智慧財產越來越重要 慢慢 台灣慢慢會走向 就是 很多 服務是有價值的 這些 只要你幫人家做一些虛的 這些以前可能都 好像做一些什麼 好像用客戶做 好像 沒辦法做 可是未來這些都是 只要你做一個服務啦 你都可以把它 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定一個價錢 我做這些事情可以啊沒有關係啊 那我定一個價錢嘛 你願意你就來 你不願意沒有關係 這不勉強 這好像江泰宮釣魚嘛 願者上鉤嘛 對不對 不願者回頭 互相不勉強 就像有些東西啊 我把它放在網路上 你要你就來 你不要就 拉倒 沒關係 我們互不干擾 你不要說 運勢好像學 什麼一下 殺價一下 幹嘛幹嘛的 那其實當然 就算了 這有時候其實 不過前提是什麼 你要有智慧財產 而這個智慧財產是 很多 地方都需要 但是他也要找 有沒有 人家能夠幫忙做完這件事情 所以以後的話 大叔去分析 這些都可以把它變 一個一個商品 你要你就來 我可以幫你分析完 我可以把結果告訴你 但是你要付一個費用 我想這個應該慢慢大家都能接受啦 而且你其實你也可以做很多事啦 現在網路上很多人 他們其實都在做 創造 內容的工作 創造內容其實慢慢 你會發現 他不只是可以養家活口 還可以讓自己 生活過得很好 像有個YouTuber 網紅 這些人你會發現 他們的收入 可能都比你們高太多了 OK 他靠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想 是 還是要搞笑嗎 有規定 不其實 這就是靠的 靠他們要不斷的把他們的一些 創意吧 把它讓 大家 去去看 當然也不要侵權 像什麼古阿末 有沒有 看 現在年輕人很喜歡看古阿末 像我兒子 有時候都在看古阿末 說你 知道 算了 這奇怪話 不過 那當然也會有一個問題 說你智慧才能產生的 來源 你也不能說 Copy貼上就好 比如像VBA程式 你不能全部 一整把都不能把人家東西負貼上 變成你的 那當然就有問題 不過這個認定可能 會比較困難一些些 所以智慧才能裡面規範 基本上 他是 你只要是你創作 就是你的 他不用去登記 不需要登記的 所以當然 你如果已經做了之後 不過記得還要保護 那密碼保護還記得 按右鍵 這邊的話有個VBA 屬性 保護 只要你打勾輸入密碼 按確定有沒有 記得關閉儲存之後 下次進來 你就會看到剛剛的保護 那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剛剛講就是 如果我希望呢 當這個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你會發現 只要是VBA的專案結構 他一定是一個VBA project開頭 後面接的就是這個檔案的名稱 這個一定是固定的 然後呢這個檔案的名稱裡面呢 他會跟隨著你現在有幾個工作表 就會有幾個工作表物件 那理論上會用序則1序則2序則3 不過後面的名稱是跟著這個後面的名稱 所以原始資料瓜糊 你可以關鍵在原始資料裡面 那我們的這個事件是什麼 點開他 當這個工作表物件 有沒有 這工作表物件被change的時候 那我要知道有 只要是B欄 所以這邊有個 一副 邏輯判斷 Target 指的是這個 這個我前面講過了 其實他是一個 引述 但是他又是物件 所以我稱他叫引述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個 Range 就是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 裡面可以知道哪些訊息 包括就是說呢 他裡面的值 你可以點Value 或者是什麼 哪一欄 你可以點Column 那點Column後面的話是要給一個數字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你現在變更的 有沒有 Change 如果這個Change的事件發生 而且 他是B欄 特別是 這個地方你不能 我記得好像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不能用B欄 他好像只能用數字 所以你可能要轉一下 把B轉成2 如果Target點Column等於2的話 你知道嗎 好 特別注意喔 後面 我們之前本來沒有講到 就是說呢 如何 因為我們有在哪邊的教育裡面有增加一個 保護 有沒有 所以現在呢 理論上都看不到公式 也看 也沒辦法變更 所以你要變更他也沒辦法變更 那所以呢如果你希望能夠在VBA裡面 直接去做變更的話 很簡單 就是一個Active sheet 點 Unprotected就可以了 OK 後面是一個方法 前面這個叫Active 指的是目前 活動的 工作表 意思就是原始資料 如果這個工作表呢 我要取消保護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你就給 如果你有密碼的話 你就把密碼 因為剛好我是加1234 所以 所以上禮拜有講到 為什麼要把這個 VBA專案 加密碼 因為如果你不加密碼打開就可以看到 那當然他如果學過VBA的話 他就知道 你的那個教育密碼 是1234 所以他可能就輸入1234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破解掉 所以我們先 Unprotected 然後做什麼呢 再自動帶出呢 我們的A欄的資料 就編號 跟B欄的單價 那帶過來的方式 其實就是去抓他哪一列 他點落 放A欄 然後把公式丟進去 把公式丟到A欄跟C欄 裡面做什麼 先幫我 如果我把Enter過 他會先怎麼樣呢 他會先 取消保護 然後呢 再把結果輸出到這邊 就完成 所以大概這上個禮拜 講到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直接 在 Excel裡面做輸入 不過這個 這個方式的話 其實大概也不是 非常的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點像 比較簡便 我是覺得比較專業一點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我們後面要講到的 在 上禮拜是 單元03 程式碼裡面 其實我覺得比較 稍微正規一點的話 還是就是 你乾脆把這個表單 表單的話呢 有個集中管理的效果 直接跳出來 反正你就在這裡 他也不能動到後面的 當他輸入完 這些東西之後 按個確定 自動把結果 帶到 這個我們指定的那個 輸存格裡面 也就是類似像剛剛 自動化輸入 但是我們是集中 在哪邊輸入呢 在那個表單裡面輸入 所以請各位把上個禮拜的 部分再 打開來稍微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何利用 表單 做一個 快速輸入動作 好那表單輸入完之後 當然 後面還會牽涉到有關 資料庫 比如說你這個資料已經輸入完了 最後的話呢 你需要一個地方放 當然你自己一個人輸入當然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牽涉到 有非常多的人一起輸入 可能有前端有10級20個人 都是業務人員 他們客戶 他們有各自的客戶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全部的人 做的資料 匯成到資料庫裡面 將來的好處大概共用那些資料 如果你會遇到 共用資料的問題 那你就可能會需要 再把資料 匯出到資料庫裡面 另外還有遇到一個狀況 可能就是你輸入端 可能不是只有用VBA 甚至還用什麼 用手機輸入的 有沒有手機輸入完 一樣可以丟到資料庫 有沒有 因為資料庫是有共通的 一個資料平台 就是可以匯整 不只是VBA 可能你手機平板 或者是各種行動裝置 甚至是物聯網 未來也許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有關表單設計 請各位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有 有關那個 這個表單物件 他的事件 觸發之後呢 自動帶出其他的欄位資料 這個我想 我是建議 如果有機會 工作裡 我想一定會遇到類似的 這種 這種 案例 那 建議是多多使用 因為這東西其實 乍看之下是蠻複雜的 不過你多做幾次之後 你會發現 大家越來越熟悉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部分